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公子 你方才那番话通篇就一个意思 我没有乱过之心 倘若你要杀我 我十万破风军 直指天气 说打就能打 佩服 佩服啊 我朋友说 这七盏星夜酒 大胜秋露白 不错 想喝 若是你后面证实我爷爷无罪 别说七盏 送你七坛又何妨 小 小公子 这 这可是你说的 这酒我喝定了 七玉石又判决了 无证之罪 七玉石有什么资格判 小公子 你放心吧 侯爷定能安然无恙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公子 你要多加小心哪 自然 此行我是为了保护我爷爷而来 定不能出半点差错 我的意思是 小公子要注意自己身上的危险 我身上的危险 好了 公子 再过两条街便是御史台 胡某自己回去便是 夜路难走 御史也请多加小心 他有选择 光不得商年 滚 你 比敬酒不吃是罚酒 你们这些人 说辞就永远只有这一套 没点新鲜感 我告诉你们 敬酒不吃 罚酒我也不吃 我只想 吃我自己的酒 别跟他废话 带走 来 来 多谢小叶将军 多谢小叶将军 你应该早就调到这一点了 是否我不来 你也能应付呀 怎么会呢 我 我这一切书生啊 那抛开父辈的事不谈 今天我也算是救了你一命 多谢小叶将军 天启城是非之地啊 小叶将军早些离开吧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宫里的洛独筒 最近似乎不在天启城中 洛独筒好像奉命 出去办点事 但具体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兄弟这边 定当无恙 君子一言 万死不辞 还不能 我 十一秒 你 比高 多谢小叶 我